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申办2024奥运会并最终成功 那将是法国首都时隔整整100年再赢奥运盛会 巴黎曾经申办1992年2008年和2012年的奥运会都先后失败 这三次失败 特别是后两次申办失败 大大打击了法国人的申办奥运热情 他们自问 如果在奥运发展史上如此重要 各方条件十分优越的巴黎市都不能成功的话 法国还有哪个城市能有机会申办成功呢 最近几年来申办夏季奥运 似乎成为一个法国人不愿再提再想的公共话题 连巴黎市长都曾经对法国总统的申办奥运热情泼过冷水 因为他本人当年作为副市长参与过巴黎申办2012奥运会的工作 难忘当年的失望之情 在巴黎6月23日正式表达申办议员之前 美国的波士顿 意大利的罗马和德国的汉堡 已经表达各自申办2024奥运会的意愿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议会 则将在今天对此进行表决 其他的潜在申办对手 可能还有阿塞拜疆首都巴库 加拿大的多伦多 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和卡塔尔的多哈 今年9月15日是正式提交申办申请的截至日期 而2024年奥运会举办城市的正式出炉 则要等到2017年9月份 在立马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 据说国际奥委会受益于新的思想开放 产生新的奥运理念 积极推动最大限度的利用现有设施 并使用临时场馆 这对巴黎来说也是好消息 巴黎现有的体育设施将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 比如九富盛民的法兰西体育场 远郊新建的室内自行车馆 举办法网的罗兰加洛斯网球中心 甚至经常举办与体育相关的活动的巴黎地标 大皇宫 战神广场等等 巴黎深奥计划中带建的一些基础设施 包括一座游泳池 奥运村和媒体中心 而一些水上比赛项目将在巴黎的西部 赛纳河入海口海港城市阿弗尔举行 该是表达热情参与的意愿 整个奥运设施建设都能与已经有具体规划的 大巴黎地区发展计划吻合 不会出现赛后设施空置浪费问题 巴黎市政府正在与法国奥委会 法国政府及其巴黎大区共同携手 进一步细化相关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 法国总统奥朗德一直是申办2014奥运的重要推手 他不顾悲观反对和集体冷淡情绪 高调支持争办这届奥运 在巴黎市议会6月13日做出决定后 奥朗德总统在6月15日对瑞士进行两天国事访问 期间专门抽出时间造访在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 面对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奥朗德表示 法国将全力以赴争取巴黎申办成功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上有不少程序要旅行 他此次造访国际奥委会 正是为了了解需要旅行的程序 面对争办热情高 也注重具体细节的法国总统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 法国积极努力争取巴黎申奥成功 国际奥委会对此感到欣慰 他相信巴黎将是2024年 申办奥运会强有力的候选者巴赫 也肯定法国对奥林匹克运动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 每个民族的集体意识中 都有一些独特的痛点 对于法兰西民族来说 200年前的拿破仑滑铁鲁惨败 70年前的维西政权等等 都是敏感的历史痛点 在与夏季奥运失之交臂 近一个世纪后 如果能够成功举办2014年的夏季奥运 无疑将能大大振奋 法兰西的民族精神 听众朋友 以上是今天的杨文解说 题目是 征办2024夏季奥运 巴黎期望重续百年支援 由小满编波 感谢收听